我很失望 我不想廢校 你怎麼會想要站出來 站在鏡頭前面說你不想要廢校 因為如果彈鞋國小不見了 我就沒辦法繼續上游泳課 也沒辦法參加太古社 不要廢校 我們這裡比較偏遠 在籍的居民數也比較少 所以我們的學生數通常都只是個位數 這一個村莊沒有一個學校 也沒有什麼都沒有 就是我們也是說這個學校很久了 大家都不敢 四當來就會讀三學校 這應該是全台灣第一次 彈簽啊彈簽 彈簽啊彈簽 人人稱讚我彈簽 禮令人皆之願泉 照夫學子千萬年 彈簽啊彈簽啊彈簽 你最喜歡彈簽國小的什麼課 游泳課 為什麼 因為它好好玩 彈簽啊彈簽 彈簽一年彈簽 彈簽 拿出台北遊行衣 兒童節前幾天買的 所以這是你第一件泳衣喔 對 有穿過幾次啊 兩 兩次沒有 所以四次 上過幾百戶都記得得很清楚 看得出彈簽有多年跟他少數 可笑的是 这学期是他头一拜 也是想买一拜 在这间学校上课 因为八位职业 学校都要比较职 亲爱的蔡总统您好 我是谈前国小三年级学生 从我大班就读乡立幼稚园起 我就很期待我可以到对面的 谈前国小念书 请您来谈前村走走吧 来这里看看我们有多需要留下这个教育资源 狗狗辈友为了救学校 和小妹做会社会认证 你怎么会想要站出来 站在镜头前面说你不想要飞校 因为如果谈前国小不见了 我就没办法继续上游泳课 也没办法参加太古舍 校长过八幼就四年了 符合学校规定 可以参加太古舍 为幼稚园开始去台广告 如今收到汇号停班 正在头的大人不敢小孩的祖父 会定站出来控宜 手业控宜报道和警方极劣正伦 中华大城乡贪金村长 阁志恒 刷五十名村民教官护控宜 不要背下 不要背下 为了增加社会大众关心 阁志恒动员基民 祖先欢威号人名 尊百开机家会 不然一直跟我們討好 人家說 人家沒有故鄉 未來故鄉就沒有人家 故鄉就沒有人家 怎麼有人回來了 探金村是中華館最擔憑的兄弟 面積3.2平方公里 在路水系佳金 在政基民只有1,130大家 大多數都是做產人 在政頭也掛完空氣的補兆 為2月9日 辦很多空氣活動 小朋友要簽名喔 對啊 好棒喔 團隊會好 老條參加 老條參加 團隊會好 由過去學校的好友 特別路南來支持 教我者 依我者 是彈錢國小 我愛彈錢 我更愛彈錢國小 今天 在這個會校的記者會 其實我內心是非常的沉痛 除了發聲助求 村民也行走 找立委 民團 願他們來幫忙 這裏 這裏就是都走去 包括總統府 五院都有 立法委員 我們這邊的縣議員 包括教育處的教育委員會 都有 我覺得非常會心 幾乎都是十城大海 村民這麼多行動 會接不然 新委委員會 管護處理會校聽書 想過親菜 提醒書 是校長 有一個 的母親 卡電給我 去一個 爸爸的家 他說 在船長我報告 我們彈前國小要廢校 彈前國小他的學區是上山村跟彈前村 兩個合併起來就對了 他要開說明會是不是要有上山村跟彈前村的人 共同就是這兩個村民有人代表出來 你要說明 可是你都沒有 經濟中華館、公立、國民、中小學、學病、 和聽班辦法第七條規定 若是廣府已經請專人賓國 因為有聽班學校的必要 要和家長、當地基民開水面會 在學區來辦公聽會 才會當上夠心悔意 他當初跟我們說是公聽會 然後現在說就是又一個公文出來說 那是公聽會兼說明會 可是當初我們公聽會的時候 他完全沒有說那個是兼說明會 他現在就是太誇張了 所有公聽會的資料都有做成會議紀錄 送進去到省會審查 那今天你們的表達我們都有聽到 我們會審慎言議 現議結局由官保變 官府決定在今年會指探員國賞 會好的理由 是因為很怕話 讀書學生也不夠多 一年只有60位 那60位的話以目前來說 我們國小有四所學校 但是因為我們這裡比較偏遠 那這個在籍的這個居民數也比較少 所以我們的學生數通常都只是個位數 我們只是不要會校 我們有降低我們的門檻 我們要分校而已 你們可以去查資料 我們學校還有29個人 憲服職義要叫我們會校 教育部和中法官他們自己的法條 就有說 如果現在學生小於50人的時 可以整個方式來處理 第一點 我們可以把不同年年的學生放在同格班級 這叫分靈授課 第二點可以學變 可以跟別的學校合併做分校 第三點 還可以迎接蘇林的機關 組織來協助學校的營運 這都可以做 所以會校停辦是最適合的手段 在電視看到淡金翻會校新聞 鄭丁文主董來到三天 調查過程 他注意到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中法官政府自己很清楚 對我說 從100008年開始 他就已經跟淡金還寫 列入廢校清單裡面 我們行政定屬法124條 有說到喔 現在若是你把原本 對八成優利的這個儲分 你把它停止 你對那個原因事實開始 兩年之後 你就要做一個行政處分出來 所以一百十年的時候 中法官政府就要做出一個決定 他沒有 他拖到四年之後 這樣就違法了 這種人為有不法的政績 走到教育部和行政歡迎 希望透過發度的效力 做自己好好比喻 向教育部提出訴願 要求教育部 你必須來看中法官政府 這個停辦的處分公告 是不是學法的 也有要求拜託 教育部 要來停止這個公告處分的執行 按照我們所緣法的規定 他也可以向行政法醫來提出 雖然在五個月中順 就寄了一招 不過七個要不受到 很好的消息 我最煩惱的就是 小孩如果去北京好好拆除了 你不再叫他回來 好小孩可以回來 但是老師 學校裡面的工作人員 你去大家找回來 這都沒辦法做到 四年來 大三兄已經會兩間學校 探機是第三兄 修煉耍費後 也引起很多人懷疑很不安 一百零七年的時候 第一間去用費條的 用光國小有39人 第二間去用費條也有37人 彈錢國小也有37人 那奇怪 你有感覺很奇怪嗎 用光國小的人比較多 但是他是第一位去用費條的 老大聲到11天而已 因為差不多啊 你曬港就是變成丁針 丁針還有美鳳 那邊都跟曬港安熱 因為曬港人比較多 跟他大聲 你探機過來 所以安生就要老年金而已 所以就說這是損失的問題 副金錢是英工國小 想不到一隻買家庭學長 他早的小孩學校 原本在大聲的國小 但希望小孩受到更多照顧 才會送到英工特色 我剛才去的時候 應該沒法人 我是選擇說 他要去那裡的貝 貝貝貝貝 我現在的老師 還有貝貝 會把我們的小孩 照顧得好 所以我就選去那裡 他是做房地散的 觀察兩間學校 比費稅之後 附近的發電總統 確實有比較稀疑 藥台華在今年自冬節 接著丹家鄉母的甄政婦 開始調查中華大聲鄉 會好的事情 現在這個國小 還有之前貝貝的兩個國小 他們現在狀況是怎樣 是不是像管政府所說的 貝貝貝的時候 那個學校就要再利用 但是去現場看 可能看起來 的確是沒有什麼見識 就是低度利用 風貝在那裡 也沒有做什麼 很積極的幾位 這樣貝貝後 其實很可惜 這款政婦也是 貝貝村民最煩惱的 蜜蜜蜜蜜蜜 蜜蜜蜜蜜 農老蜜蜜蜜蜜蜜蜜 主要是政兜蜜蜜 偷到頂動作物 人口弄化的聽到也很嚴重 現在常常站來我家 阿嬤來他們家看他們家 算了打球了 愛國阿嬤已經八十幾歲 在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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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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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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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讓這些食材 感覺很不甘 一個墳房沒有一個學校 也沒有生意的 都沒有 就是我們也是說 這個學校很久了 大家都說不甘 教育是一個對偏向要翻轉 就是要給他們平身的一個很重要的機會 而且你國學校如果沒有 一些年輕人要回家鄭家打招 青龍也要回家做產 他根本就沒有外國 是三年前回來高雄的少年農民 牧場回家就他和太太 媽媽三人在做事 他的學生也是特探勤的國秀 住地都是請爸爸在 現在要學校也讓他很苦惱 我們在種小王國的時候 有時候我的父母也讓我媽媽去曼國 所以有時候也讓我爸爸去國小 我爸爸心動不方便 你如果說要去打比較多人的地方 車流量太多也是危險 有不少人 跟著國友有同樣的環境 探勤國秀和大聲國秀 雖然沒差勁 開車 騎車 只會有分證 不過整條路 所以很少有青紅頂 對當地的記憶來說 有一定的危險性 我第一次來這裡的時候 這裡的風真的是 比颱風的風還要誇張 光我騎機車都會偏龍 然後如果阿公阿嬤 請阿公阿嬤去載的話 對 他們有的還是騎腳踏車 那個颱風的威力 騎腳踏車要載學生 真的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因為我們談錢 國秀和大聲國後就好 這段路你剛才去看 交通事故就好了 發生多少遍 情報幾個月 為了阿嬤 孩子的事情 發生車的過程 我這什麼事要付錢 政府你不是說 暫停這部分 官府拿出 提供交通車 和家長自己載孩子上下課 每個月拿4000元補助金 兩種的方案 我們永遠都可以相處 可是還要跑去他們家 跟他們一起聊天 就不然說如果去念書的話 你不一定會同班對不對 嗯 有兩個是要去大城 一個是要去惡靈那裡 對 然後我應該也是要去惡靈 你比較想要去惡靈嗎 對 嗯 惡靈 惡靈也是一年愛的學生 北部邀告在參加上 想要讓他到處去惡靈 但不關去惡靈 他都會閒朋友分貴 他觉得我待在这里就好好的 为什么我又要再去新的学校 又重新适应一次 他是有点抗拒 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端博英四季也买专学过 加上构成比较 对专学有不好的回应 所以已经了解 要重新适应环境的困难 学校的环境 学校的老师还有同学 对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适应的 然后如果我今天这间学校废掉了 然后我过去就有可能说 哦霸凌的事情啊 或者是我科业上没办法适应的事情 这是一辈子的 一辈子的那个 一辈子没办法回复的状况 他的担忧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厄台博调查大三乡 正两间会合学生总访时 也没听到有学生 因为少年参比会合 转到新学校 比当欧已经靠小近习 我听起来看这个媒体报导 还有跟孩子的诉求 他们就说 大人在讨论时 可能没去问他们的意见 他们的爸爸妈妈就知道 一定会对他们冲击嘛 因为之前的两间学校 在讨论时 那些专论去那边的学生 都会 都会去给他们的学校 去踢桌 说就是你看你来我们的班上 结果 差不多多久我们就说 废掉了 说你这个人一个人带晒 就让他们觉得 那个环境不是真友善 我本来是住在台中 因为我也是 住在高兴的比较高兴 我住在高兴的 比较高兴 我希望我的孩子在增加 每天下个 会有较高的地方可以走来走去 正确说如果真的费车 就有另外一趟 看什么又放去 返乡这条路 还是说 就是我们要比较辛苦 还要走到很远 送他们来去讨论 当你这个学校有 博庸出了一些新的 一代人口的时候 你的这个村 他的经济的这个命脉 你们才有人可以来导致嘛 所以我们不能说 看得到我们的投资人的需要 这些孩子如果没去 还是说一直变一直变 变到最后都搬去 这个市区的时候 我们就以后面对 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说 我们放去这个偏箱 或者造农的 这些食农的地方的人 以后我们要去扣散的来吃 这几年 政府继续执着台湾创新 高岁少年人 对台湾学生外化 所以不记得教育 学校对平衡有关 就要 造成政策修复 最后并不是唯一的办法 台湾政府和教育部 也应该重心减思 合并和兴办的国中小尊敬 感到真的符合 台湾的诉求 感谢观看